仅仅打了25分钟 戴资颖与许文奇的争夺就分出了胜负 2023香港公开赛首轮 台湾羽毛球女单一姐和二姐就要提前遭遇 此前在今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上 戴资颖打出了极其恐怖的统治力 仅用了不到半小时 就横扫了许文奇进进女单四强 并且反超陈宇飞重新回到世界第二 我们现在通过镜头 来看看戴资颖的优势究竟有多大 反手过度一拍 非常耐心的给到对方的扣顶后场 扣顶后场过度一拍 现在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一分 给了一个机会球 往前的往后比较高 所谓的一个车 身体能力上 在这里还是要烧上一筹 开局阶段 许文奇其实咬的还是比较紧 小带一向都有慢热的毛病 这时候仅以7.5领先两分 但随着小带逐渐进入状态 两人的实力差距就出来了 双方有个两次交手记录 都是以戴资领的获胜 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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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一般多夺的是十三四分 直到这一球批杀直显得手 许文奇才终结了小带的一波7比0的高潮 好不容易拿到一分 整个节奏都在跟着戴资领走 这样许文奇没有太好的得分办法 只能趁小带注意力不集中偷袭拿分 对彼此的这个球路非常了解 所以说感觉许文奇在打戴资领的时候 并没有特别多的信心 就是一个狗对角 这样底盆已经来到了19比6 最后小带也是通过不断调动 拿到了14个赛点 许文奇也是感觉追分无望 基本已经无心连战了 最后一球接法球出了底线 小带以21比6轻松拿下 相当于在7比5领先之后 小带打了一波14比1的高潮终结比赛 统治力太恐怖了 第二局 许文奇依旧没有恢复信心 攻防两端都让戴资领逾取一球 一上来就陷入1比5落后的被动局面 戴资领其实也没有用太多的劈杀 就还是不断用四个角来打四方球 球感非常好 让许文奇一直在场上疲于奔命 这个第二局和第一局的情形差不多啊 还是这个戴资颖领先 最终在上半局结束时 戴资领以11比5领先6分 看似分差还不算太大 但是许文奇的被动局面一直打不开 要想追上去几乎不太可能了 第二局的举重间歇11比5 也没有什么多拍 基本上就是3到5拍结束战斗 反正中一方是要失误 比分也已经来到了8比16 比得有点远 这个头顶杀球杀到了双打线外 又是一个轻松的反排勾对角 小戴打得太写意了 就像太极当中的四两拨千斤 看似还没有发力 但总是能够一招毙命 就是一个非常尖的球啊 打在了前掌的边线位置 最终戴资领这一局 又没让许文奇得分过双 仅仅打了25分钟就结束了比赛 而这次香港公开赛首轮 就上演台湾未战 许文奇曾被视为戴资颖的接班人 但是至今还没有打出太大的成就 而且三次对阵戴资颖一局未赢 那么这一次 他能够从小戴身上拿下一局的胜利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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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